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美國財政部昨天公佈了制裁11名中港官員的細節 但是這個新兼行政會議成員的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 就走出來死撐說影響不大 我們就一起來檢視一下 究竟美國財政部這一招 對於特區政府和這11名官員 究竟影響是可以去到多大 說下去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美國財政部宣布 美國公民不得和這11名受制裁人士 有交易、物業或者物業利益上的往來 同時就包括受制裁人士直接或者間接持有 50%或者以上的實體 所以美國財政部這個加勒條款 對於那些在美國有做生意 或者是在美國持有物業的官員來說 影響是尤其深遠的 比如說這個律政司司長鄭若驊 他老公潘樂圖旗下那家安樂工程 本身就持有一家美國電梯工程公司的 51%的股權 但是在8月份的時候 當美國財政部出了一些 制裁名單以後 他就急急地走正面 賣走了 百分之二的股份 使得他旗下那家公司 失去了這家美國公司的控股權 幸好他就賣早了半步 若然你根據現在美國這個加勒條款 持有50%或者以上的實體 都不能夠和他進行交易 所以這位潘樂圖 認真是撿回身彩 美國財政部同時也提到 說美國公民和受制裁的特區政府官員 所任職的政府部門來往的時候 除非已經是獲得外國資產控制辦公室的批准 否則就必須要時刻留意 是不得和受制裁的官員有直接或者間接的交易 而財政部也有提到 說特區政府有官員受到制裁 就不代表整個特區政府都受到制裁 只要受制裁的官員 是沒有直接或者間接參與的話 美國公民仍然是可以和特區政府的部門 作恆常的往來 美國財政部就舉例說 美國公民仍然是可以和特區政府訂立新的合約 但就必須由未受制裁的官員負責簽署 美國財政部這個安排 其實有兩樣東西可以反映出來 第一 就是他們的制裁措施 是傾向針對官員個人本身 多於針對特區政府整體 因為他都說明 只要在那個 訂立新合約的時候 不是由這11人簽署 或者說這11人 沒有直接或者間接參與的成份 美國公民或者美國企業就不受限制 換言之 這11人 國際的下生存空間 就受到很大的壓縮 比如說 國際要搞一場的經貿合作會議的時候 這11名的中港官員就可能要備席 若然繼續由他們代表香港出席這些會議 外國的政要也好 或者外國的企業也好 都不知道和不和你談好了 因為 同親你合作 變成了會違反了美國財政部的規定 所以 使得這11人 其實那個 生存空間 會受到打壓 當然 對於特區政府就放了一條生路 因為說明 只要這11人沒有參與 就可以了 第二件事是反映什麼呢 就是特朗普始終都是把美國企業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若然 一刀切地和特區政府完全斷絕生意來往的話 到其時 受損的恐怕就不僅會是特區政府 而且連美國企業的利益本身 也有可能受到波及 其實類似的安排也不是新鮮事 就算美國以一種圍堵的策略來對付華為 最近美國當局 亦都是向Intel 英特爾 和AMD 發出了一個特別的許可證 准許他們向華為供應一些零部件 製造一些手提電腦 或者是伺服器 就不關手機 或者5G 故此 在特朗普的眼中 只要把措施的執行 寬緊程度 牢牢掌握在財政部的手上 其實是不擔心美國企業 繼續和大陸或者特區政府做生意 因為他也不想 搞到美國企業 賺少了很多錢 甚至乎是停擺 所以 美國財政部這個安排 正正在加勒 和保障美國企業利益之間 取得了一個平衡 好了 接著看看特區政府的回應 特區政府發言人說 美國財政部這個公佈 是針對美國人 特區政府不會回應 特區政府之前已經表明了 所謂的制裁是毫無理據的 是美方粗暴干預 我國的內部事務 受影響的特區官員 會無懼威嚇 繼續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職責 他就說到 無懼威嚇 老實說 這些所謂的制裁也好 威嚇也好 事實上是沒有東西很害怕的 只不過 使得 商界的人士 尤其是鄭若驊及其老公 賺少了錢 為什麼 或者 對於特區政府的官員在美國 置物業 就是會有困難 你說什麼 威嚇 有什麼威嚇 你不去就行了 正如葉劉所說 是不是 但是 對於特區政府 有沒有影響 絕對是有的 至少 特區政府 在往後 對於 吸納商界的精英 加盟 成為官員 就有一個很大的障礙 那些人就會左想右想 如果他在商界本身 已經做到風生水起 而當他獲邀加盟 特區政府 擔任主要官員 他一定會多一重的考慮 當他擔任這個公職的時候 究竟蒙壽美國政府制裁的風險 有多高 每一個人都會這樣想 這是很正常的事 至少對於特區政府來說 吸納人才方面 是不是困難了 當然 你說 現屆的官員 你說 無懼威嚇 當然無懼 你都在做 而且根本上你都沒有選擇 那有什麼好害怕呢 接著再看看這個 新兼行政會議成員的立法會議員 葉劉淑儀 怎麼說呢 他就說美國財政部公佈這些 其實都是屬於 較早之前的延伸解釋 對於被制裁的人事影響不大 他還說 被制裁人士可能就無法在美國置業 或者是進行其他的金融交易 但是他就相信 現階段政府官員都會避免和美國進行交易 當然 葉劉在不同的場合 都說過很多次 他相信自己短期之內 就不會受到美國制裁 而且他也是做好一些預防措施 就是出售在美國的資產 他已經是未與籌謀 而且葉劉本身在美國有沒有做生意 就不跟鄭若驊及其老公 百足那麼多爪 在美國都有業務 根本就不能同日而語 而且 他在行政會議中的同事 張宇仁議員 似乎有另一番的說法 他較早前 接受TVB節目 《青森直說》訪問時 提到 他 自己在美國和海外 都沒有擁有資產 但是他 不喜歡被制裁 不過 他身為政客 就已經影響到他的家人 怎樣影響呢 就是他的老婆和子女 在銀行開戶口和兌換美元的時候 遭受到困難 他擔心 自己的子女甚至乎是自己的孫 在未來的20年都可能會受到影響 他形容這個情況是不幸 他也說到 部分的銀行 就寧願不做他生意 喂 似乎張宇仁的說法 和葉劉的說法 就差很遠 葉劉就說影響不大 張宇仁就說到影響 甚至乎是 波及他的子女和老婆 究竟影響是否真的不大呢 可能 葉劉也要顧及一下 張宇仁的感受 哈哈哈 不要經常想他自己 真的 你影響不大就不代表你的同事影響不大 這方面可能葉劉就是針不刺到肉不知痛 因為他由頭到尾都只不過是做特區政府的官員 乃至到後來就做立法會議員 都是純粹的一個政客 但是他有很多同事其實是身兼政商界的 而這些人往往在政界那份娘子 不過就是感上添花 他們在商界所得的利益 才是主菜 對於這班人來說 其實那個影響才是最大的 葉劉和這班人 簡直就不能夠同日而語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